蟹蟲就淹水 水災啊 那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就打電話去家裡關心 喂 玉芳在嗎 然後玉芳他媽媽接著 房子有沒有怎麼樣 有沒有淹水 然後他媽媽就說 我就是把他編成笑話 五百勒 五百浪人情歌 然後他樂點越多說 陳森 陳森住三重 他們希望我可能是 又不搭 搭...這樣 但是陳森就過來說 然後就走掉了 其實我們這個搞笑藝人 就是什麼事都要化解 像我們說 台灣知名藝人繃恰恰 已经承认它有光碟 但不是 不是那个 性爱光碟 是自慰光碟 那你知道自慰 这两个字也算正统 像我们一般卷称的 都说什么毛管 毛管 那大陆那边也报道出来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台湾知名艺人 彭恰恰 他不能说彭恰恰 彭恰恰先生 已经承认它有光碟 但是不是 不是性爱光碟 是跑皮儿光碟 谢谢 跑皮儿 跑皮儿 这是包皮儿 跑来跑去 跑皮儿 对啊 不是跑来跑去 跑皮儿 真的哦 真的耶 对啊 最新讲法 这个很正 跑皮很正吧 很正很正很正 那你这就是唱了这十几年嘛 一直到了那个就是POP英雄会之后 你就开始出唱片了 很感慨啦 因为那个时候是老爹跟动力火车当红嘛 那都是留长头发穿那个靴子 那我比较晚进来 那变成说我如果再跟他们走一样的路线我觉得是会比较 对然后他们要我做五百第二我觉得我的个性不是那么酷嘛 我不喜欢假象 所以后来我就毅然决然先离开唱片公司 我就跑去跟飞哥那边就是跟班就对了 音乐教室然后平常通告都跟在飞哥旁边学东西 偷看东西这样 后来上了献哥的节目他就问我有没有合约 我说没有他就跟我签就一签就七年这样 所以我有今天一字一毫的成就要归功于飞哥跟献哥 所以他们两个是 就是拉拔我 所以你说他卤不卤 我跟他他不是在台上这样 他在台下我们在休息室遇到他也要这样 其实都是师父 其实我们演艺圈没有所谓的师父 是应该是说给你机会的那个人就是恩人 在怕我唱歌有没有马子给你示爱 有一次就唱歌唱完 然后就有人留那个纸条给我 他说我在 因为我那个蓝色狂想在五福路 对面刚好是一个饭店 历井还是历尊 他说在什么907号房 请我这个下班以后过去找他 这个waiter递给我 那每次我都唱完歌是习惯带乐团去吃宵夜 那一天我就跟他们说 真的 然后我就偷偷跑去叮咚叮咚 那一打开那个人他浴袍 他是用 不是浴袍 浴袍是穿 他用浴巾 就弄到这里 到这里 满脸的胡子 什么意思 因为他是男的 因为我以前头发都在这里 那他以为我要穿紧绳裤 他可能以为我是卖玻璃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其实在POP遇到厌孕都不要去搞 有时候会搞到别人家的不好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这么好笑 我觉得还好啊 是有一次上网啊 然后人家说你觉得全世界最好笑的艺人是谁 那我上去看我竟然第一名了 第二名是no no 我就觉得不准了 我就觉得很不准 那志春剑男排在第三 周星石第四 然后后面还有什么 那个什么那个摩天摩登大圣 那个金凯瑞 对 还有很多顺子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 虽然他是一个不准的 但是至少人家会把你当成说是一个 可以让他很快乐的人 那也是很快乐 那其实我觉得你蛮会模仿 而且你模仿那几个人都是蛮酷的 不要再模仿 但是我们要模仿一个新的 这个只有我们知道 因为有一次我们喝醉了嘛 在三重那个嘛 哦 你说五百的庆功宴 对对对 然后我们 我喝醉了 然后在那边逗你开心 你模仿谁 他都模仿 没有啦 这个是一个逻辑啦 玉芳他很孝顺 他跟我主持 大家来说笑 带壮的嘛 哇 一天这个不要说多 一天如果说几万块 一两万 他一个月就四十几万 他一年就多少钱了 对啊 那他跟我做了两年了 那他就买房子了 买了一个房子送给妈妈 妈妈住在 就买在三重 那去年买的嘛 那一买那个礼拜三重就淹水 水灾啊 那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就打电话去家里关心 喂 玉芳在吗 然后玉芳他妈妈接着 房子有没怎么样 有没淹水 然后他妈妈就说 我就是把他编成笑话 就说玉芳 其实他们家有淹水 但是没有 他妈妈就这样 然后不知道哪一个神经病 歐地 就说那齐琴住三重呢 那就变成有麦克风啊 这个借我好了 麦克风就在那边借我 齐琴知道嘛 齐琴他住三重是这样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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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就走掉了 因為你這樣表演下去喔 表演不完 他一直可以點 點到諸葛亮還在表演 所以你要把這個破掉